这个老板啊,很奇葩 因为大家对曾老师都不太了解 你身处这个公司,到了后期 那很不像样子,像我这样专程无名而来的 当时来的时候,我说不要公司 这样的很少 那其中也不乏高学历的,有硕士 搞编辑啊什么的嘛 研究生,结果 对老师呢,还是比较认可 但是没有像我这样,打内心 尊重,并追求向往此路 所以说 都不了解 有两个事,值得一提 第一,它是组织考试 所有人都参加 只要过的,工资通通五千块 连做饭的阿姨都要来 那考的其实也不难嘛,就看看书嘛 结果大家好像都过了,结果还起,社会主义 那有些人,有职位的就不愿意了 它们干什么,其实你也没干什么 这真的是难得的老板一个好的发心 但是相对的差别还是要有一点 但能有这个心已经很难得了 这是好的 还有一次 就是 出 易经宝典的时候,老师那个 易经智慧二刚出了 然后每个人打电话 拨通了 也搞不清楚哪来的号码 你认识曾志强吧 就这样 搞得 他还认为乐在其中 名人啊 我说起来很好笑啊 其实这也是在 咱老师口碑 那底下的人怎么搞,老师也没办法 这个就相对不太好 上来就这样 那哥们弟兄这可以啊 你跟外甥 随着是你 都这样的行 然后这两个 最后呢 我为什么离开人家公司 在那其实不过待了两三年 因为全国各地呀 接岗而起 有的地方也冒称 是老师的一些组 结果呢 不管哪个 尤其在我所在的 太商业化 老师的名声 一段时间 全被搞得 乌眼瘴气 那我是正版就 维权啊怎么样 甚至专门以 以此来 赚钱打击盗版 目的 就是 发他们钱 而不是 所谓的 真话风起 老师本人讲 这个盗版我不怕 盗得越多说明我又有家人了 那钱不钱 我本身就是红刀者 那怎么逼 你已经形成了 覆水难受 只有少数人 甚至连我们有些内部人都不了解 那就卖老师的课 各种高价 倒卖 光盘 都是倒来倒去 而且 我在这个公司的时候 曾经 发明创造易经的 文创用品 出品的 创造出来成品的 又生产出来的 那需要钱呢 脑子里还有很多个 出来的也有 三四个 结果当时答应过 每一个给两千块 然后卖了 还有提升 结果呢 不了了 种种如此 实在待不下 所以自己创业 这个 又是